見到魚就很開心 很多魚我都很喜歡 我一向很喜歡海洋生物 經常都畫 畫其他我就有點少了 去到五歲的時候 他所畫過的魚已經是你 我見到的時候 我都覺得大人未必畫得出來 熱愛畫畫的許執賢 Justin 鍾情於海洋生物 隨著訓練幾年 今時今日他不下已經畫過很多不同的物種 更嘗試參與不同的公開比賽 獲得不少獎項 其實他父母老師背後的培養 亦都非常值得現今世代的父母參考 尤其是一些關於逼小朋友十項全能的父母 小時候老師就有派畫畫的功課 我做很喜歡畫畫 做完功課之後我都會有大小號畫畫 我一向就很喜歡海洋生物 整天都會畫的 畫其他我就有點少了 思考都挺特別的 他有創意的 會留意他畫畫的題材 譬如他講魚 以他的年紀來說 他畫得海洋世界是很仔細的 不同普通小朋友畫的海洋 他不單止畫魚 他也畫過海底裡面的珊瑚 海草 每一樣東西都和真實的海洋是很接近的 至於我的看法 我覺得我盡量去發掘他的潛能 同樣發掘他自己喜歡的東西 如嬰兒時期 他學習拿筆拿筷子不用教的 由他開始自己拿筆開始 很喜歡畫海洋生物 尤其是畫魚 由他大概一歲多開始 他就不停地畫 我家人 由他很小很小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這個人 你將來不可以不讓他學畫畫 直至到他五歲左右 開始正規地有老師教他 我們從小到大學 說你去吧 他就很開心去學 我覺得好過有些不是他興趣的東西 然後我迫他去 學完之後他也吸收得不好 我一定不是那些 想捉兒子要去點點那類的家長 高老師提到 他們會透過這個途徑 發掘校內較優秀的時藝科學生 不過他亦都強調人人平等參與的精神 所以這間學校會為學生提供平台 去參與創作 每年六月底 我們全校有一個成果分享日 就會將各科同學的成果 學習去展示出來 而試藝科就會將試藝作品 不論是優秀、平凡 或者是人人參與的 都有份去展示 藝術是無分高低的 其實就算是一條線 或者一個曲線 或者是一個圖鴉 都可以令到自己 或者令到別人 有一種賞心悅意的感受 只是和別人分享 我們是多鼓勵同學自學 互相欣賞 我們雖然屋邨學校 我們沒有自己的試藝室 但是我覺得我們學校的試藝科 是可以令到學生不受環境 空間控制 令到學生的天賦和潛能 可以盡量發揮 我們在學校的地道 我們在學校的感覺 學校的地道 一直到學校的地道 我們要去做 在學校的地道 然後來到 我們要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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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